小鹏的财报终于发布出来了 在2023年的一季度 他们居然亏损了23.4亿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亏损速度下去的话 全年的亏损将接近100亿 以前有人说新势力造车 卖的越多亏的越多 但是问题是 小鹏汽车在今年的一季度 它的交付量 无论是同比还是黄比 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也就是说它卖出去的车更少了 但是它的亏损却增加了 今年的一季度 小鹏一共交付了18,230辆新车 而总营收40.3亿 其中汽车销售的收入35.1亿 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9.8% 可以说是腰涨了 而黄比2022年的第四季度 则下降了24.6% 今年一季度的亏损是23.4亿 而去年同期的亏损17亿 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些数据 还只是一些比较浅显的数据 至于它的总现金是多少 以及它的总负债是多少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数据 那么明两天 可能应该能够看到一些准确的数据了 但是根据它这样的一个经营状态 我能够预计到 它的负债很有可能 也是迅速的增加了几十亿 而它的总现金应该是减少的状态 那么在销量和收入双双下降的 这样一个态势下面 而亏损又在不断的扩大的情况下 何小鹏他给出了怎样的答复呢 他说有信心G6成为20万区间的 一个热卖车型爆款车型 那么这一套说辞不知道是学到谁的 反正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下一款车上面 如果销量不好 大不了再推一款新车 那么小鹏之前有了G3 有了G9 现在又有了G6 那么下一款车型 大家觉得是哪一款车型呢 下一款车型又是否真正能够拯救小鹏呢 非常巧合的是 小鹏和蔚来都把自己的希望 放在了一款戴6的车型上面 有人说G6星则小鹏星 G6王则小鹏王 也有人说ES6是蔚来全村的希望 如果ES6不能够成为爆款 不能够成为销量当当的话 蔚来也将走向衰败 那么你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来交流一下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 一起来关注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 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来交流一下